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晚的气温低位运行 复兴和朝阳最低温降至零下二度到零下一度 其余城市只有零度到六度 早晚的凉意会非常明显 接下来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我省的疫情情况 3月28号零时至24时 我省新增10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沈阳市报告5例 安山市报告1例 营口市报告1例 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葫芦岛市报告3例 新增6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沈阳市报告36例 大连市报告5例 锦州市报告1例 营口市报告20例 辽阳市报告1例 铁岭市报告1例 新增4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为沈阳市报告 至于出院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6例 至于出院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8例 至于出院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 至于出院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3例 记者从大连市昨天下午召开的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3月28号0点到24点 大连新增的5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从隔离点检出 自3月24日疫情出现拐点以来 大连市已连续6天无社会面新增阳性感染者 金浦新区新增病例主要从隔离点和风控区检出 大连市本轮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实现了社会面病例清零 金浦新区自28号0点开始有序解封 3月28号 大连市对中山区、西港区、甘景子区、寒高校 进行区域核酸筛查 截至昨天12点样本全部检出 结果均为阴性 昨天对金浦新区、普兰店区和瓦房店市 进行区域核酸筛查 大连方舱隔离点和方舱医院建设 已按标准和进度投入使用 目前田园城方舱隔离中心 已接收隔离人员807人 方舱医院一期500张床位已投入使用 二期2000张床位已完全具备使用条件 本台报道 另外记者从昨天迎口市召开的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经过持续奋战 迎口市28号新增的阳性感染者 均在集中隔离观察的人员中发现 本轮疫情以来 首日实现了社会面清零 接下来迎口市将持续做好社会面管控 逐步实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措施 从严控制群体性活动 切实巩固来之不易的清零成果 本轮疫情以来 迎口市设置了无症状感染者 轻症病例专用集中隔离场所 迅速启动隔离方舱医院建设 目前已完成50%的基础建设 通过改造黄马医院建立全市三级医院 与黄马医院之间会诊机制和转诊绿色通道 保障极微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此外 沈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 今天6时至14时 在和平区 沈河区 铁锡区 黄姑区 大东区 浑南区 于红区 苏家屯区 辽中区 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本次采样以居民小区 楼宇 自然村族等为最小单元 切实做到全覆盖 无遗漏 凡未按时参加采样的手机赴黄马 并按照有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连日来 全省各地的很多人持续奋战在防疫一线 哪怕是夜深人静时 仍然有一些人用默默的付出 守护着更多人的健康和平安 今天让我们聚焦零点后的辽宁 看看那些无比坚定的面孔 看看那些执着点亮的灯火 这是29号凌晨 沈阳市方舱医院和健康驿站的施工现场 忙碌的工人来往的车辆和白天里一样繁忙 经过周一不停的八天时间 原本的空地上一排排健康驿站以拔地而起 两天前 王东伟在自己的新媒体账号上 发了一段同事住家与家境工作的视频 评论中一个留言格外令人动容 这位妻子说自己终于在视频里见到了多日不见的丈夫 零点以后 营口市霸育圈区黄马医院依旧忙碌 这里每天要接待门急诊约500人次 11辆救护车24小时待命 有一个夜班我接了四个患者 当我处理完患者之后 天都已经亮了 老有人问我们 你们饿吗 困吗 忙起来其实什么都忘了 目前 沈阳市第六轮全员核酸检测正在紧张进行中 虽然已是深夜 沈阳市疾控中心 微生物检验所的实验室里仍然灯火通明 所里18名检验人员全都投入到争分夺秒 确保准确的工作中 我们的值班人员都是24小时不间断地承担着检测任务 从3月6号疫情开始以来 一直处于满不合的工作状态 我已经连续工作了28个小时了 虽然现在我很困 但是这是我们的工作 是我们的职责 虽然很辛苦 但是能为沈阳康应做贡献 用自己的工作保障城市的安宁 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3月28日零时起 大连金浦新区主城区交通管制有序解封 在荆州陶茨城卡口 荆州交警大队组织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对卡口的围挡进行归拢并重新摆放 保证周边车辆通行顺畅 步行当中对我们志愿者的工作料会增加起辟 但是我们有决心 在好最后一般搞 本台综合报道 防控意识不松懈 健康平安 你我他 正确认识奥米克戎 奥米克戎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不同基因型 传播途径同样为飞沫传播 接触传播和气溶胶传播 与德尔塔变异株相比 奥米克戎变异株传染性增强 传播能力比德尔塔变异株高2-3倍 另外 奥米克戎变异株对环境的耐受性高于其他型别突变株 患者大多数是轻症病例 其重症感染率以及死亡率都有所下降 做好自我防护 科学佩戴口罩 预防感染简单有效 勤洗手 长通风 接收快递包裹要消毒 主动排查风险 来返疗24小时内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有自我检测需求 可自行购买抗原检测试剂进行自测 接种新冠疫苗 接种疫苗是预防重症有效的手段 尤其对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群更加重要 符合条件的都要尽快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和加强针的接种 关注疫情变化 尽量避免前往风险地区及有疫情地区 减少举办和参加聚集性活动 履行法定责任 遵守防控要求 依法如实报告履行时居住时出现发热 肝壳 乏力等症状 及时就医 配合医疗机构做好风险排查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您将看到管控区记者的亲身经历 还有全省各地依法严厉打击 涉疫违法犯罪行为 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俩 哎 刘婶呢 她呀 得了灰指甲 啊 灰指甲要小心 传染 可不是吗 她怕传染给小孙子 想抱不敢抱 小手也不敢签 灰指甲变色 变厚 变形 找亮甲 亮甲牌复方巨为铜点查计 灰指甲很多人不在意 先是一个 后来其他指甲也有了 如果传染给孩子 就晚了 没错 要抓紧致 咱呢 要经常检查手指甲 脚指甲 发现灰指甲 小心传染 得致 对 得早点致 灰指甲会传染 抓紧致 赶快去 灰指甲 找亮甲 乐泰亮甲 我的腰腿 我做主 收紧尖腰 好 想去哪儿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尖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蹦啊 用收紧尖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界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新闻多角度 解读另一面 大屏幕上的这位呢 是国家图书馆图书馆理员 顾小军 他最痴迷的是 语出处冯先生机智果断 好样的 同时呢 也为撒水车的最强变身 点个赞 都说眼君不如近邻啊 不过在浙江杭州 因为停车纠纷 69岁的老王和78岁的老李 打了起来 村民们说 这两个老人已经吵了40年的假了 矛盾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这次停车纠纷之前 老李连续半个月时间 每天站在老王家门口隔空骂人 还要持续近半个小时 据了解 经过民警时 余次的调解呢 最终化解了矛盾 握手言和 几十年的老邻居了 或许吵架都吵出感情来了吧 有的时候 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 没有什么邻里之间的小矛盾 是一次促息长谈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的话 那就多几次沟通吧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沈阳疫情防控的消息 自从皇宫区 大东区 余虹区和辽中区 全域被纳入管控区之后 我们在管控区居住的几位记者 记录了自己所在小区 核酸检测的情况 昨天他们继续对管控区内的 物资保障情况 进行了深入采访 大家首先最关心的 还是吃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采购还是以线上采购和电话为主 这样两种方式 那么昨天记者也是体验了一下 线上采购 总体下来的感觉呢 就是现在线上采购呢 还是比较便捷的 但是由于同时预约的人比较多 所以送货的时间呢 可能会比平时呢 有一些延迟 那么昨天白天呢 记者也是在小区周边的一个 大型的连锁超市 进行了一个线上的采购 但是白天呢 显示外卖小哥已经被约满了 所以直到昨天晚上10点钟 才可以重新下单 不到20分钟的时间 外卖小哥又再次被约满了 那么除了这种方式呢 昨天一天的时间 记者还添加了三个蔬菜团购的微信群 那么其中有两个群呢 都是群主从沈阳12线蔬菜批发市场 把菜给大家批发回来 放到小区门口 那么还有一家呢 就是小区周边固有的一个小型的蔬菜 生鲜超市 那么今天早上9点呢 我也接到了外卖小哥的这个电话 我昨天的这个网上订单 已经给我送到了 那么我现在就要去小区门口 把我订的菜拿回来 社区志愿者将居民订购的货品 按照选购平台分类存放 提供首推车运送 为了避免聚集 由指定人员分检传送给居民 在黄古区五公山社区内有一家超市 园区管控之后 店主赵振威也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我看这么多件都是什么时候到的 这都是今天新到的 一会儿整理之后 需要把这些快递先都需要读 然后需要联系这些客户 有家里比较紧急用的 或者是机缺的那个物资什么的 我这边顺道一起都能给他们带过去 我所在的管控小区呢 有八栋楼五百多户均匀 每一天到的快递数量 大概在二百多件左右 其中呢还不乏像婴儿奶粉呢 水果蔬菜这样的刚需产品 每一天呢小赵都会根据物品的紧急程度 来划分派送的顺序 今天我也当一把社区的志愿者 帮着他把这些居民的快递送货到家 来 慢点 家里边是一个年轻的妈妈 带着一个很小的小孩 我去送了 走吧 行 拜拜 黄谷区北塔街道给每位居民发送公开信 信中提供所有生活物资的订购电话 今天正好家里的酒精棉酒用完了 我随机找出了表格 找到了我们社区对应的指定药房 给送药专员打去了电话 我要是订完药以后咱们怎么支付呢 怎么都行啊 咱俩可以加微信呢 或者你要是电子的话 电子一包卡 我给你扫一下嘛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两点 那这个时间正是我们这个单元下楼领取物资的时间 那我现在呢也走进了快递室 去按照这个送药专员告诉我的位置 去找到我的这个药品 按照送药专员的指示 我在生发室很快就找到了我的药品 我的酒精棉球就在其中 同时上面还有一张字条 守望相助 静待花开 正像留给我的这张字条一样 这样的物资保障方式打通了药品到管控区居民手中的最后一厘米 也增强了我们打赢打好这场防疫阻击战的信心 3月20号晚上 沈阳开启了方舱医院应急工程和健康驿站工程的建设 8天来在严格的核酸检测下 每天数千人昼夜24小时连续施工 昨天沈阳市方舱医院应急改造一期工程完工 正式具备交付条件 我现在是在沈阳国际展览中心方舱医院一期工程的现场 跟我几天前之前来这里相比 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病床已经进驻到位 方舱医院是严格按照了三区两通道的一个建设 所以在地上我们可以看到有污染区的这个字样 在我身后大家顺着我们镜头看 身后其实就是卫生间和生活区 沈阳方舱医院应急工程总面积4.4万平方米 管内设置医护办公区 病房区 卫生区以及处置区等区域 一期可提供1000张治疗床备 用于对新冠肺炎轻症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进行治疗 施工方以24小时不停修施工方式全力奋战 加速度的施工并没有降低质量 做到了简易而不简单 我们的淋浴间采用的是集成式淋浴间 自带污水汇集功能可有效规避送漏问题发生 同时集成式淋浴间为封闭式单人单间 可增加隐私性密闭性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此外 医护人员工作准备区的样板间已经建造完成 为了节约土地资源 沈阳的健康驿站采取了双层结构 昨天上午 方舱医院所需的部分医疗器械和第一批医用氧气也已经送达 生产方表示 他们是3月27号接到方舱医院需要医用氧气供应的需求 为此 企业立刻调整生产 冲装排产 在24小时内冲装完成所需的医用氧气 本批次是我们第一批的捐赠医用氧气 未来我们会一直为沈阳的方舱医院捐赠所有的医用氧气 目前 沈阳方舱医院和健康驿站的建设工程进展顺利 各方均在积极完成建设任务 保障沈阳市应急处置能力的有效提升 第一时间 刘同一天报道 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容不得丝毫麻痹松懈 但仍然有个别人无视疫情防控规定 甚至蓄意干扰破坏疫情防控秩序 全省各地坚持零容忍 依法从快 严厉打击 涉意违法犯罪行为 3月27号凌晨 锦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检查发现 一停业的洗浴中心内聚集了近20人正在赌博 经连夜调查取证 参赌人员因无视防疫规定聚重赌博 被处以行政拘留和罚款等行政处罚 李某因提供场地及赌博工具 并在赌博中抽取费用 被依法予以治安居留15日 并处罚款500元 该洗浴中心被依法查封 3月23号 铁岭县公安局凡和派出所接到报警 辖区移用于疫情防控的倒闸杆被人掰坏 经查看监控发现 为嫌疑人周某所为 警方对周某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行政处罚 近日安山台安县公安局台东派出所处理一起 扰乱公共秩序案件 当事人刘某违反当地医院疫情期间探视规定 护士发现并劝离时 刘某用手指戳起眼部殴打保安 严重扰乱医院办公秩序 警方依法对刘某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 本台综合报道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 把视线转向吉林 昨天零时至24时 吉林省四平市新增本地确诊病例轻型7例 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2例 其中5例居家隔离发现 1例封控区筛查发现 3例集中隔离发现 继续来关注与疫情相关的消息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 关于做好2022年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房租减免工作的通知 推动中央企业抓紧抓实抓好房租减免工作 切实帮助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 渡过难关 根据通知 各中央企业要对2022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内 承租中央企业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减免当年6个月租金 四季度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 要通过当年退租或夏年减免等方式 足额减免6个月租金 其他地区减免3个月租金 通知明确 普遍减免3个月租金工作 要力争在上半年实际完成主体工作 补充减免3个月租金工作 要在列为中高风险地区后2个月内完成 接下来浏览国内大事 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国内焦点新闻 住建部日前发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关于全面加快建设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的通知 通知提出 2025年底前 城市运行管理 一网同管体制机制基本完善 城市运行效率和风险 防控能力明显增强 城市科学化 精细化 智能化治理水平大幅提升 春耕化肥保供稳价 直接关系着春耕生产的稳定 日前 国家发改委联合工信部 财政部等11部门印发通知 要求各地方和有关中央企业 增强国内化肥生产供应能力 提高化肥及其生产原料 运力保障水平 积极做好储备工作等 以保障化肥供应和市场平稳运行 夯实夏凉丰收基础 2022届全国浦东高校毕业生 达1076万 教育部昨天表示 会建成国家24365大学生就业服务 平台是教育系统及有关部门 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就业指导与就业管理的综合性平台 目前 平台面向2022届毕业生 已汇集了380多万个岗位信息 昨天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 在四川广汉开工 工程预计于明年10月完成 建成后的新馆将打造世界一流的博物馆 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公安部新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 违法行为计分管理办法 将于4月1号起实施 机动车驾驶人请他人代为 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计分 并支付经济利益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处所支付经济利益三倍以下罚款 但最高不超过5万元 而组织他人实施买分卖分 谋取经济利益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 但最高不超过10万元 好 今天的新闻上半场就是这些了 稍后主播陈沐方亮 为你带来新闻下半场 您将看到讲段子的大白和小红 太空出差三人组 开始打包收拾准备回家 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每天都在吃油 你知道该吃什么油好吗 很多中老年人都习惯每天喝 压麻子油 因为年纪大了 通常需要格外的营养补充 压麻子油是非常适合老年人喝的 欧米加三含量高 它是身体需要又普遍缺乏的一种营养 老年人身体弱 建议每天都喝上一勺压麻子油 安建市压麻子油 加拿大原装进口的欧米加三含量高达56% 被誘为能直接饮用的液体黄金 早一天补充欧米加三 早一天受益 早上一勺 一天精力十足 浑身轻松 晚上一勺 一觉睡到大天亮 天天补充欧米加三 一年身体大变样 加拿大原装进口压麻子油 情厉害体验 原价198元 幸福只收39元 前一百名打击电话听口的 在免费多数两瓶 好消息 好消息 加拿大原装进口 安建市压麻子油 请你来体验 原价198元 现在只收39元 新申请 新体验 前一百名打击电话听口的 在免费多数两瓶 老年人每天都要补充欧米加三 安建市压麻子油 原价进口 欧米加三含量高达百分之五十六 不含代骨醇 不含外食脂肪 是珍重适合我们老年人的 进口压麻子油 想 想 想 现在就拨打屏幕上次电话 深情体验 一勺安建市 半勺欧米加三 早晨一勺新生足 晚上一勺营养足 这天补充欧米加三 一年大变样 加拿大原装进口压麻子油 请你来体验 原价198元 现在只收39元 前一百名打击电话听口的 不含面费多数两瓶 中老年人到底吃什么油好 压麻子油 压麻子油 安建市 压麻子油 健康好油新标准 安建市压麻子油 不含胆固醇 不含反性脂肪 是压麻酸高达56%的 健康好油 可以炒菜 凉拌 还可以直接喝 一瓶好油 全家健康 能够不足一家老小 身体所需的压麻酸 为健康加油 为身体加分 加拿大原装进口 安建市压麻子油 加拿大量万物 原生态压麻子基地 采用低温物理 冷炸工艺 吸筋压麻子 出一斤油 腰瓦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界 一安宁晚 一安宁晚 始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我们休息一下 这段广告 我们回来就要消息 中文几时 中文几时之后 万众睹目的 沈阳博物馆将正式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新闻新闻下本场 的主持方来 中文中国秀 送品版本 我们看看今天 今天就要带来 他们的幸福时间 新闻多角度 浏览国际大事 颁终之下 唯一说明 我们来看一看 邀请新闻 天气象战 气象万千 第五天左右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地点选手 都收工厂 星期白天的全人 请白天全人 第一时间 严定资讯会来 我和我的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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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地区将会出现道路湿滑 结冰或积雪的情况 请大家注意出行的安全小心慢行 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虽然说大部地区多云转晴 但是今天全省的温度都会出现小幅度的下滑 今天白天全省的最高温度 普遍会集中在8度到11度之间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降温会更加的明显了 除了大连丹东0度到4度 其他地区最低温度都会降到零下6度到零下1度了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风力的情况 今天全省都会刮北风或东北风 预计大连迎口盘景的风力都会达到5到6级 其他地区的风力都会达到4到5级 这本来就降温 再加上北风使就着一吹 会直接吹落体感温度 那今天呢 比昨天会凉很多 尤其一早一晚 一定要注意保暖 注意天衣 期前晚前用新记录 来看看我省的期前观察员 用镜头记录的辽宁的早春美景 昨天呢 是到近一周以来的最低点之后呢 明天午后全省会开始回暖 本周日咱们辽宁很多地方的最高温度 都会达到18 9度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咱们辽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活感成熟超高产的红硕5G738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水阳度云转晴 10到0下4度 大连度云转晴 10到4度 安山度云转晴 10到0下2度 辅顺情9到0下6度 辅顺情9到0下6度 本夕多云转晴 9到0下3度 丹东阵雨转晴 10到1度 锦州多云转晴 锦州多云10到0下1度 锦州多云10到0下1度 银口多云转晴10到0下2度 复心晴9到0下5度 辅顺情9到0下5度 辅顺情9到0下5度 辅顺情9到0下4度 辅顺情9到0下4度 田岭多云转晴8到0下4度 辅顺情9到0下3度 盘景多云转晴10到0下3度 盘景多云转晴10到0下3度 葫芦岛阴转晴11到0下1度 沈阳多云转晴10到0下4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欢迎来到新闻下半场 我是方亮 接下来我们开启新闻之旅 继续来关注我省疫情防控的相关消息 面对长途运输的货运车辆 不断流动的货车司机 我省各地精准防控失策 提供良好服务 保障重点物资运输车辆有序进出 物流通道畅通 这里就是我省的首个货车司机服务驿站 它位于沈阳沈北新区的102国道和203国道之间 在这附近有很多防疫物资 农产品物流以及生活物资的重要保障园区 因此这里也成为很多北向而来大货车的必经之路 这里一共可以同时停靠500辆大货车 而自驿站开放以来 这里已经停靠大货车超过300辆 驿站采取闭环管理 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并且专门设置核酸检测点位 每天对司机们进行核酸检测 最方便的就是你进来的话给你备案 正常的手续 然后你随时配货 你随时可以走 到这里的话只要开一个证明 证明你在这里滞留的期间 你做了核酸什么的 也备过案了 然后你的行程码并不是黄码 你就可以办理这个通行证 驿站还设置了热水区 便民箱医药箱药品代买区 并提供医疗咨询等服务 为货车司机们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这里就是驿站里的一个小小的简易超市 在超市的货架上 我们看到有一些卫生纸 八宝粥饼干等一些生活的基础物资 而在驿站建成之后 也有很多爱心企业联系到驿站 希望提供一些免费的盒饭奶制品和其他的物资 让大家感受到沈阳的温暖 因为这些大货车司机非常不容易 他们为我们的社会正常运转 然后提供物资的保障 多数货车司机都住在车里 所以说我们政府想尽一切办法 然后为他们提供这种帮助和支持 全省各地按照防控要求 对过境的营运货车实行闭环管理 针对部分车辆长途运输 导致驾乘人员无法及时进行核酸检测 盘山县专门调配核酸检测车 来到高速公路服务区 到这个服务区给我们司机做核酸 还送吃的喝的 我们司机也积极配合 营口市鲍鱼圈区 在重点进港路段 设立两个常态化核酸检测点 对货车机修店等场所的人员 提供点对点的流动检测服务 这个点对我们大货车司机来说 是相当方便了 去在港跟前 来回进出港干活 手在脚就做了 为确保各出入口高效便捷 全省实施重点物资运输通行证制度 通行证省内各市互认 同时开辟重点物资运输专用通道 保障持有通行证的车辆 优先查验快捷通行 目前全省开通的 115个高速收费站 全部启用省焦头集团研发的 重点地区车辆预警系统 同时安排专人 引导各类重点物资运输车辆 优先检测查验 减少滞留 本台综合报道 为了科学高效地应对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 河北省蓝州市近期在全市范围开展了多轮全员核酸检测 为了确保应检进检 不落一户 不露一人 医务工作者大白 还有志愿者小红们都变成了段子手了 你看他们拿着小喇叭 到处宣讲 用这种幽默风趣的顺口流式喊话 提醒社区的居民 一定要配合核酸检测工作 缓解居民们的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 也让疫情防控政策更加入耳入心 宝贝们 宝贝们 赶紧下路做核酸了 做核酸 深圈气场一整天 风里雨里 我们在陈远点等待 手机电脑关一关 下来赶紧做核酸 叫到哪动是哪动 没有叫到不要动 戴好口罩保持距离 各位老铁 现在最浪漫的事 就是喊你下楼做核酸 你要是问在哪 楼下老地方等你 一直等着你 各位乡亲父老们 注意了 要点的日子能继续 核酸必须骂溜去 戴上口罩 招呼着借笔子利用 抓紧下来的 咱们采样点 不见不散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的同时 我也是一名普通的居民 我的家人朋友 也都封控在了自己的家中 所以特别能够理解 大家伙这种压力 这种紧张 我们就希望呢 通过加先化的方式 能够缓解大家的这种心情 让大家能够相信我们 相信国家 我们一起战胜疫情 以科学乐观的态度来面对 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 要说疫情期间 我们都要遵守规定 但就是有的人 他非得挑战这个规定 从3月20号开始 江西南昌的西湖区 广润门街道 下湾街社区的部分区域 被划为风控区和管控区 按照规定 这个区域内是禁止居民出入的 但是28号下午 有人破坏管控区的一处围墙 擅自闯了进去 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 有两名男子强行将这处 管控区外的隔离围挡掰开 擅自闯入管控区 附近的市民发现这一情况后 立即向在管控区维持秩序的 民警汇报此事 民警立即在区域内展开搜索 最终在二人掰开护栏 进入管控区的地方 民警遁守到了他们 说起这两名男子 擅闯管控区的目的 让人十分意外 我说为什么要翻墙进来 据了解 两男子进入的朋友家里 并没有人居住 民警对二人进行训诫之后 将两人留在管控区内 实施封闭管理 这违反规定的后果 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 希望在这段特殊的时期 咱们都能共克时间 早日战胜疫情 好 接下来咱们把视线转向太空 昨天航天科技集团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院 举行了2022年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任务 发射队出征仪式 今年 长征5号B 长征7号 长征2号F三型运载火箭 将会执行发射空间站 问天舱 梦天舱 货运补给 载人飞行等 六次飞行任务 完成空间站载轨建造 建成载轨稳定运行的 国家太空实验室 此外 神州13号 三名航天员 已经在空间站工作生活了 五个多月 按照计划 他们将会载轨工作生活 180天左右 如今 他们已经进入了 回家倒计时 目前 太空出差三人组 开始打包收拾 强化体能 准备回家 不少网友看到这一幕 都纷纷表示 欢迎回家 向航天英雄们致敬 期待英雄凯旋 咱们再来说一个 跟大伙息息相关的 个税消息 昨天 国务院印发政策文件 明确自2022年1月1号起 设立三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 附加扣除 这一政策将会立好那些 有小宝博的家庭 根据国务院政策文件 自2022年1月1号起 纳税人照护三岁以下 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 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前 按照每名婴幼儿 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具体扣除方式上 可选择由夫妻一方 按扣除标准的100%扣除 也可选择由夫妻双方 分别按扣除标准的50%扣除 这次就是为了税制的简便 为了便于操作 实际上它跟子女的教育费用接轨 三岁以上子女教育是1000块钱 所以0到3岁的照护费用 也定在1000 这就统一了 接轨了 这样的话也便于操作 好我们接着来说好消息 今些年开房车出游 是越来越流行了 那根据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从4月1号起呢 将在准驾车型方面新增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 也就是C6车型 这样一来就会更好地满足群众驾驶房车出游的需要 根据新规定 申请C6准驾车型驾驶证的 需注意以下事项 关于申请方式 已取得驾驶小型汽车 小型自动挡汽车以上准驾车型驾驶证 且本计分周期和申请前 最近一个计分周期内 没有计满12分记录的 可以申请增价轻型牵引挂车驾驶证 关于申请年龄 申请C6驾驶证的人员 需在2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 对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人员 确有驾驶轻型牵引挂车需求的 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后 也可以申请增加C6驾驶证 关于驾驶考试 需考试科目2和科目3安全文明驾驶常识 科目2考试项目 包括装考 曲线行驶 直角转弯三个项目 重点考核驾驶人对车身位置 移动轨迹等感知力 判断力 操作力 确保具备轻型牵引挂车安全驾驶能力 需重点提示的是 原来持有A2准驾车型驾驶证 因满60周岁或者自愿降级 已经注销A2驾驶证 现在还有驾驶轻型牵引挂车需求的 无需考试 可以直接向车辆管理所申请签注C6准驾车型驾驶资格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 轻行牵引挂车为汽车列车 驾驶操作难度相对较大 对驾驶人安全驾驶能力和意识要求高 驾驶轻行牵引挂车多为自驾旅游出行 使用场景多为高速公路山区道路等复杂环境 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 合理规划行车路线 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谨慎驾驶 文明行车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好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稍后咱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局势的最新进展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两 哎 刘婶呢 她呀 得了灰指甲 灰指甲要小心 传染 可不是吗 她怕传染给小孙子 想抱不敢抱 小手也不敢签 灰指甲 变色 变厚 变形 找亮甲 亮甲牌复方据为铜点茶计 灰指甲 很多人不在意 先是一个 后来 其他指甲也有了 如果传染给孩子 就晚了 没错 要抓紧痣 咱呢 要经常检查手指甲 脚指甲 发现灰指甲 小心传染 得痣 对 得早点痣 灰指甲 会传染 抓紧痣 赶快痣 灰指甲 照亮甲 乐泰亮甲 风湿 泪风湿 中医叫避症 风寒湿鞋藏在关节 激旧成壁 肿胀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风湿 泪风湿 要开阻除壁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壁阻 散风寒 除湿壁 除壁 止痛 风湿 泪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快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我的腰腿 我坐手 输筋筋腰 想去哪儿 挺起腰 甭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尖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不 用输筋筋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筋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界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继续关注 我们来关注一下 乌克兰局势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28号 与英国首相约翰逊 德国总理舒尔茨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通话 呼吁西方国家 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 加码对俄罗斯的制裁 他还对意大利 愿意协助乌克兰建立安全保障系统 表示感谢 英国首相官邸方面则表示 约翰逊重申 会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 舒尔茨在通话后也表示 不排除德国及其合作伙伴 对俄罗斯施加更多制裁的措施 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当地时间28号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声明 呼吁立即在乌克兰实施人道主义停火 古特雷斯表示 俄乌之间已持续一个月的冲突 导致数千人死亡 一千万人流离失所 目前联合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粮食计划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下属机构的 一千多名工作人员 正在乌克兰境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一个月来 他们已经为当地大约90万人提供了帮助 古特雷斯强调说 人道主义危机必须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 因此停火行动是必须的 古特雷斯说 他已要求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 格里菲斯立即与有官方探讨在乌克兰 达成人道主义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和相关安排 在谈到乌克兰核安全问题时 古特雷斯表示 预计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未来几天提出 关于乌克兰核安全问题的相关倡议 而核战争和生化战争必须被避免 好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2国际足联 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最终阶段 中国队客场对阵阿曼队的比赛 中国队以0比2的比分输给了对手阿曼队 本场比赛中国队有七角射门 但是无一命中球门范围 中国队就此结束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亚洲区预选赛的征程 整届12强赛中国队的战绩是 一胜三平六腹进九球 失十九球积六分位列小组第五 虽然国足没能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 但是并不影响我们来看球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指挥中心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将会在今年的11月举行 眼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近日一个可以监控和指挥 八个世界杯体育场的指挥中心正式落成了 咱们一起来看看 这里就是卡塔尔世界杯的指挥中心 为了更加有效的监控赛事状况 处理各个体育场的突发情况 世界杯组委会特意建立了这座指挥中心 可以同时远程操控八个赛事体育场 我们可以监控八个体育场内的一万五千个摄像头 可以将某些内容推送到走廊的视频屏幕上 实现在任意场景中与球迷交流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发布公告 除了控制摄像头和大门 这座指挥中心还能控制各体育场的计算机系统 甚至分别调节各种赛场的温度 此外 指挥中心还能分别或同时向各个赛场观众发出音频信息 据了解 这是世界杯赛事有史以来首次设立这样的机构 另外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结束的迪拜杯继军战中 中国U23男族以0比3不敌东道主阿联酋队 最终位列第四名 本届迪拜杯共有十支球队参赛 首战U23国族以0比1不敌阿联酋U23 次战中 凭借方号的大四喜 U23国族以4比2大胜泰国 末战中 虽然U23国族与阿联酋的二番战拼尽了权力 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战胜对手 那接下来呢 球队将会进入到杭州亚运会的最后备战阶段 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吧 好 接下来咱们浏览国际大事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一组国际焦点新闻 当地时间28号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官方声明称 总理贝内特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此前一天 贝内特曾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贝内特目前状态良好 将居家隔离并继续办公 当地时间3月28号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级公路 因大雪导致连环车祸 当地警方表示 有大约50至60辆汽车被牵连 约2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至少5人在车祸中丧生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28号宣布 一架充当前任总统专机的波音787型客机 三年来没有找到买家 现将出租 供婚礼 生日聚会等私人活动之用 所获租金用于飞机维护 2012年 墨西哥政府批准购置这架波音787型客机 花费约2.18亿美元 2018年 洛佩斯竞选总统期间表示 这架专机象征浪费与腐败 随后标价1.3亿美元出售 然而一直没有愿意标价购买的买家 法国燃料价格在经过两周回落后 上周再次上涨 逼近历史高位 当地时间28号 大量网约车司机和私家车车主 聚集在巴黎街头 抗议燃油价格上涨 截至当地时间28号 法国柴油平均价格 已上涨到每升2.18欧元 约合人民币15.26元 近日 面对物价上涨 带来家庭开支增大的情况 巴西圣保罗郊区 销售零期商品的超市 受到民众青睐 这里的商品价格 最低仅为圣保罗市内 大型连锁超市的一者左右 好 接下来我们上市休息 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您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更没有看错 万创高档破壁机 厂家为西候发展做准备 决定出口转内销 全力抢占国内市场 特拿出一批 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 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 只奔现实免费体验活动 现在打进计划 原价2980元的 万创高档破壁机 以分钱不用花 免费送给您 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 有没有震撼到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免费领取吧 免费送 真的是免费送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 就给我送到家了 真的没要一分钱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 结果一打电话 就留了个地址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 就送到家了 能家人还不用回锅 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真的是太方便了 万创高档破壁机 火爆全国 冷热霜微米级 细腻破壁 营养全释放 无炸免过滤 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 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 更何况 我们吃的食物果蔬 熬浓汤 熬鱼汤 熬羊肉汤 做辣椒酱 做米糊 打豆浆 小肉调 做果蔬 打酱料 炸原汁 熬五谷 研磨粉碎 智能清洗 静音破壁 十大功能急于一身 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 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 没想到 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 就送到家了 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 可这功能跟商场里 卖好几千的是一模一样 打豆浆 做米糊 样样都行 蒸影还小 你瞧 两三分钟就做好了 多细 多粘稠 好喝 营养还全面 关键是吃着放心 现在我跟老伴 天天都在做 万装高档破壁机 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 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 刀斗采用德国金刚刀头 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 高棚硅玻璃 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 刻意直径达到2至5微米 只有人体细胞一半大 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 看 连这么坚硬的杯子 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 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 更安全 免费送 免费送 万装高档破壁机 厂家为期后发展做准备 决定出口转内销 全力抢占国内市场 特拿出一批 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 2000台万装高档破壁机 举办现实免费体验活动 现在打进电话 原价2980元的 万装高档破壁机 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送给您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免费领取吧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通了 用输筋剑腰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能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剑 现在我们对于疫情 正处于攻坚阶段 许许多多 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的 义无反顾 日夜奋战 为我们构筑最坚固的防线 今天节目的最后 也让我们用一首歌曲 向他们致敬 感谢收看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方亮 再见 梦碌的背影 让我落下泪花 一声爱你 是我的牵挂 让我亲吻你一下 抱抱你啊 妈妈 借我在梦里见到你了 梦中我碰给你一束鲜花 这是女儿最美的祝福 依偎在你怀里 多幸福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